Kan-diss I swear I fell in love with the ghost boy I know cause I just see him when we under the sheet Hello,我是 Candice Candace 我本來這個channel是要講墨星跟美的 可是我朋友都說不要不要不要 所以只能叫我自己叫Candace 我昨天第二部影片就是拍怎麼去買假髮 怎麼去用Ombre hair跟染頭髮的系列 那我的主題就是怎麼化外國人妝 或怎麼畫ABC很愛畫的那種妝容 因為今天晚上我們要去不錯的餐廳 所以我今天想拍一個Get Ready With Me的化妝影片 想要看怎麼畫外國的妝跟ABC妝的話 那就請繼續收看吧 通常早上我會用Fresh這個面膜來當個早上面膜 放個五分鐘左右我就會洗掉了 然後洗完臉之後呢我會用Lancum的Toner 粉紅色的Toner水 上完這個之後我就會上Clinkert的黃油 黃油之後呢我就會上一個Lancum的眼部精華液 它這個是去作用的 之後呢我會上ABC Lauder的白天的臉霜 那這個臉霜有SPF15度的 那我今天用的是Mega Forever的粉底液 它是霧面狀的 可是我覺得它有一點點厚 因為我比較喜歡遮瑕力低 可是很薄很透的那一種 那這個呢它遮瑕力比較強 所以說如果要待長時間在外面的話呢我會用它 接下來我就會用眉膏來畫我的眉毛 這個眉膏是Anatasia的眉膏 現在用一個平的刷子呢 來刷你的眉峰眉毛上面的位置 那把那個形狀畫出來之後呢 前面眉頭的位置先留著不要畫 之後呢再用刷子去把眉頭的形狀勾出來 之後呢我就會用3CE的眉膏 這個眉膏也是亞麻色的 剛好可以配上我的頭髮的顏色 之後呢畫完眉毛我就會用CAMRIC的遮瑕膏 來把我眉毛的邊邊那個 形狀眉峰的位置把它畫出來 而且看起來會比較整齊 我覺得這一步還蠻重要的 如果你要你的眉型比較歐美一點的話 那這樣眉毛就會變得很立體 接下來呢我會用Huda Beauty的白色來打底 先把白色眼皮的部位全部上一層白色 那既然我說我要畫一個外國人妝的話 你一定要有一個變色片 可以隱約的看到它就是非常淺色 帶了像是帶了白內臟的那一種 韓國玩的時候在韓國買的 它這個是hyber color 然後它的顏色的名字就是gray 對它這個顏色 所以出來的時候呢我覺得還蠻淺 很不太白內臟 因為它沒有很放大 可是我還蠻喜歡的 外國人畫它們的顏色一定是往上的 所以呢 首先你要弄兩片膠質 在手上黏一黏讓它沒什麼黏膩 沒什麼黏膩之後呢 你就可以貼在眼睛對齊你眼周邊的角度 往上貼 下面不需要貼得這麼緊 重點是這條線 現在就可以上眼影了 這個是我在日本的drugstore買的 它是灰...灰...冷色系的灰色 那我先把眼皮後半部的地方先填滿 我重複了這個步驟很多次 因為我都是薄薄的上 接下來就可以用深色的深棕色來填滿中間跟眼皮的位置 那這個地方呢 你要很輕很薄的一層一層上上去 那接下來我又用回同一個眼影盤的閃金色 那這個閃金色呢 看起來非常的實色 而且它亮度很高 所以你不能按壓很厚 你要很薄的一層一層的用手指來按壓上去 那你眼睛呢就會非常的...閃 前半部的地方就會很閃 那現在就可以把剛剛的膠紙撕下來了 那你會看到那一條很... 你現在會覺得很奇怪是因為你還沒有上遮瑕膏 所以現在呢用剛剛很深的深棕色呢 來填滿下面眼睫毛的位置 很細一條 而且因為我本來就有雙眼皮了 所以我只需要把那雙眼皮貼蓋在我的雙眼皮上面 由於時間的關係 我已經把雙眼皮都剪好了 放在一個兜兜裡面 這些都是一半的 如果你有雙眼皮的人 只是很近的話呢 你只需要剪一半的雙眼皮貼 壓在你自己的那一條線上面就好了 你可以用甜睫毛的膠水 來把它按壓在你雙眼皮 自己的雙眼皮的上面 那一條橫貼的上面 那你閉眼睛的時候也不會看到 因為這個是網狀的 好吧 那現在用這支吧 我平時常用這支 因為這支會掉色 它是Kiss Me的 Kiss Me的 罐裝的眼線液 可是它的好處就是它的眼線頭 非常的細 所以我可以隨意畫出我想要的眼頭 我通常是先從後半部開始畫 後半部拉出來的時候呢 要跟剛剛那一條直線 貼紙貼出來的線是一樣的 把它拉出大概2mm左右 現在到眼頭的部分 弄個假開刀式的眼頭 往前拉出來 眼頭呢你要往直拉 而且你的線條要跟上面的對稱 你不要理這邊有沒有上下 你上眼皮這樣下來的時候 直直的拉出來 這邊也是這樣 往下直直的拉出來 這樣我覺得外國人誇張的眼睫毛 在亞洲人看起來真的挺誇張的 我選了一副 相對來講 沒這麼的誇張的眼睫毛 它是兩層的 上面那一層是交叉 下面那一層是粗的線條 一根一根的一根的出來 所以這個是有兩層的 那戴的時候呢 大概就是這種感覺 貓眼的感覺 而且它是偏長的 所以你畫外國妝的時候呢 他們比較不注重上下 比較注重前後左右左右 要拉長整個眼睛 那外國人就是要這樣子 往上勾 首先每次你戴眼睫毛的時候呢 先幫它按摩 幫它按摩 變成這麼圓的弧度之後呢 你就可以一整天都Stay with 你都不需要再Care它 不需要怕它掉出來 為什麼很多人眼頭會掉出來 就是因為 你事先沒有去幫它做這樣子的按摩 上了膠水之後 大概要等15秒左右 半透明的狀態 從眼睛 眼頭的上方開始貼 不要從眼頭開始 從你的眼珠上方開始貼到眼尾 那另外一邊也是 那我這個睫毛是眼尾比較拉長的 所以這個時候它半根乾的狀態 你就要調整它的翹度 這翹度要跟你的眼尾的眼影要連成一線的 之後用夾子夾一下下面的下睫毛 下睫毛要35度傾斜的夾 夾完之後我會上Dior的這一層 眼睛的Base吧 眼睫毛Base 這個我已經用了三支了 非常好用 一直以來我的黑眼圈都非常重 我就是從小到大都會很晚睡 然後你的黑眼圈一出來你就救不回來了 所以說我的黑眼圈 你現在可以看一下我的黑眼圈是非常重的 我之前要上很多層 我也用過橘色的遮瑕膏去做底 然後用我的唇膏去做底 然後再上遮瑕膏 到下午的時候就像一塊餅塊一樣 又厚又臭 然後還會有紅色 如果你不小心畫到的話 那個紅色就會出來了 然後我用過日版韓國的遮瑕膏 都沒辦法遮到我這些黑色索 可是Torz的這一款遮瑕膏 是我這輩子用過唯一一款可以遮住我的黑眼圈的 眼睛下方、嘴角兩邊、鼻翼兩邊 再加上我的硬糖 我不知道為什麼硬糖有點發黑 一點點就好了不要太多 用回剛剛的Beauty Blender把它印回去 那用Beauty Blender的時候一定要有一點水分在裡面 它才會幫你變得更貼附 那這個時候呢 你遮完你的黑眼圈之後呢 你就可以開始上你的下睫毛了 我通常會選三個不一樣牌子的眼睫毛膏 你只要找三支不一樣效果的睫毛膏呢 開始往下面左右左右的擦 先把黏著剛剛那個Base的Fiber 一起擦出一條長長的毛 第二個要等三十秒 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檢查一下你遮瑕膏 是不是還有遮瑕膏需要遮瑕的地方 現在我要用Anatashia的眼影膏 鼻影膏 鼻影膏我會用手指來點 點在我鼻子兩方下顴骨跟臉的邊邊 我會用這個Sephora的刷子來刷我的全骨的位置 全骨的位置一定要跟你下巴的那一條線是成正比的 然後跟下巴的時候呢 一定要在下巴下方 要不然前面看起來的時候會很黑 可是如果你是放在下方的話呢 除非比你矮的人吧 才會看到 這個時候就要上蜜粉了 把它剛剛有遮瑕的位置 厚厚的上一層上去 把它上在眼睛下方 跟我陰影的中間的位置 厚厚的上一層白色 讓它在上面bake 你按壓完之後呢 很多粉末 我知道有點搞笑 可是你就讓它等 這個方法是外國人想出來的 叫bake 就是有點像在烤 把你的makeup放在上面 不要掉妝 那你這樣補就可以stay一整天 我知道有點誇張 可是我用這個方法之後 我下午完全沒有補過妝 我一整天的妝容 你可能要帶一個小蜜粉餅出去硬壓一下 可是我完全不需要大補 我就這樣子可以走一整天的路 所以說這個方法是很好的 我也是跟外國人學會來的 接下來就可以上兩次的睫毛膏 現在我是用Armani的睫毛膏 來先把下面變得濃密 YSL的鼻影 它裡面打開之後呢 它有打亮的地方 跟鼻影的地方 它這個鼻影的顏色呢 是 冷色系的 所以我今天會用冷色系 如果我那一天用的眼影是 中色系 暖色系的話呢 我就會用 Urban Decay的這一個 眉粉 因為它是偏咖啡局的那種 軟色系 鼻影打的位置要先從眼窩開始打 打完之後呢 你眉毛的上方的位置 開始刷下來 刷的鼻翼的對上 中間這一條很 我會再加一條 像是打了鼻翼的針的感覺 這個時候我就會上第三層的睫毛膏 直直的往下拉 剛剛是Z字型的 那如果你不喜歡這種 這麼粗一根的話 你可以用夾子一根一根的 一根一根的把它往下加 可是我沒有很喜歡這樣子 因為我喜歡粗一點 因為我上面的睫毛已經很粗了 我下面很細的話會很奇怪 那最後這個時候呢 我就可以刷走這些粉了 我用的刷子非常的好用 它是Make Up For Ever的蜜粉刷 它的頭呢是尖上去的 你有看到嗎 所以它可以很大量的 印到那些你需要的粉末 粉末 然後再推開 我少一次它就已經全部推走了耶 好現在呢 推開你所有的蜜粉之後呢 你可能會覺得很白 因為我上的是白色的蜜粉 可是你到下午的時候呢 不用下午你出去接觸到空氣之後 它會暗氧下來就會很自然 因為我等一下還要換衣服啊 弄頭髮那些 所以我一出門之後它就不會再這麼的 白 死白死白那種感覺 接下來會用Mophie的眼唇線 然後把我上面的 因為我沒有什麼嘴型 所以我是用畫出來的 讓它的嘴型比較明顯 我唇膏就隨便拿了一支 跟唇筆同色系的一個Nude Color的唇膏 然後塗完唇膏之後呢 你就可以塗唇蜜 那唇蜜呢 你盡量可以選回同色系的 我這個是TOOFACE的一個唇蜜 然後它的顏色也是偏Nude Pink Color的 它是蘿粉色的 TOOFACE的腮紅 這個顏色也是有點像是 中粉、中粉、咖啡粉的感覺 我用的Bronzer是Smashbox的 外國人的Bronzer都會用比較 雅色系的 一定不能用閃光 膏狀的陰影筆的位置 再淡淡的上一層 讓它更立體一點 眉粉 我隨便拿了一個KATE的眉粉 KATE的眉粉已經被我用水了 可是我還是很喜歡它 因為它真的是一個 我用了很多年 快十年了 我會先把頭這個位置 先刷上去 刷到前面去 要跟我這個 鼻翼的Shadow是同一條直線 到這邊來 A2HAUS的灰咖啡的筆 把它線條更加的畫出來 這是最後一次畫的 I promise 那就剩下我的頭髮跟我的衣服 弄一弄就好了 然後突然想說今天晚上去的地方是從來沒去過的 所以想說帶著鏡頭跟我一起去 那看那邊是不是真的很漂亮 如果很漂亮的話 那我就黏著我 GET READY WITH ME的化妝影片 放在一起 那個餐廳 那個餐廳是 在ANAHAM的 然後它叫做 The Fifth 看起來很漂亮 那我們等一下去到 如果很漂亮的話 我再給你們看 Heckel 那我再給你一個 Heckel 再給你一個 我上網看到已經失愛你了 穿了一件很強的頭髮 我怕陸敏遲多點 所以立刻來一輪水分件後外 這個東西是錄音 有很多東西 直吹 縮手直吹 直吹 我們從5號那邊回家的路上 那剛剛那個地方我覺得很好 因為它東西沒有很貴 如果你七點錢進去的話 它有Happy Hour 然後那邊又沒什麼人 去那邊看的話 很近 非常近 你就可以很辛苦看到煙火 那 我覺得東西還好啦 沒有很好吃 是吧 我覺得並沒有很好吃 可是那個景非常美 可以去那邊拍照啊 喝喝酒這樣子 看那個煙火我覺得還挺棒的 那我們現在先回家 然後明天就要上刷的